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第六届总会理事会监事会以及基金会联合工作会将于6月28日在洛杉矶的深盖国举行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 理事长蔡春华 监事长顾掩石 基金会主席王洁美 常务副会长张有 常务副会长燕科 常务副会长徐晓峰 常务副理事长周刚 秘书长兼大会的主持人彭飞以及百余位美华总干部 理监事会成员各成员社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总结回顾一年来的会晤工作情况 来看报道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第六届已期满一年 会上李舍潮会长首先与美华总干部 各成员社团的会长和代表 以及企业负责人总结回顾分享一年来的会晤工作情况 从融入和回馈美国社会 让主流政治人物 了解华语群体的筹款活动 到积极组织参加 维护华人群体形象和利益而发起的活动 从开办促进美中两国经贸往来的专家讲座以及经贸活动 到举办传承中华文化的青少年夏琳 从积极协助国务院乔务和洛杉矶总领事馆举办 为宣传中华餐饮文化的送中餐活动 到举办各类促进美中文化艺术交流的文艺演出等等 美华总积极推动美中文化交流 拓展经贸发展 融入美国社会 关心美国社会政治议题 共同维护华裔权益 提升华裔群体在美国社会整体的形象 凝聚力量 努力建设和谐侨团和华人社区 与祖国保持联系和了解 极大促进中美两国民间的交流 最后 李社潮社长感谢所有美华总各级干部 各成员社团会长 乔领 成员企业的负责人 对美华总各项会务活动的支持与参与 希望大家继续共同努力 打造和谐又充满活力的美华总 共建和谐护华小社 也刚好呢 第六届是到现在呢 刚刚好是一周年 所以经过一周年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 我想大家也看到很多成绩 也透过今天的工作会议呢 总结这一年来的会晤发展的情况 同时呢 也和大家分享 这一年来的工作的成绩 那另外呢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 和大家分享 第八届世界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一些精神内容 所以这是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另外呢 也借这个活动呢 想发展青年 年轻一代的这些 透过我们这个 今天就要成立一个青年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透过这个机构的成立呢 希望接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美华总这个平台 因为美华总这个平台呢 它是现在是各行各业 以及世界各界的精英都包容在里面 那年轻人进入了这个平台以后 也透过和我们的交往 和我们在社团里面的各个会长侨领的广泛的交往 是他们得到成长 得到提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希望为社会输送人才 那从美华总这个平台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呢 就是是属于南加社区 南加桥 一个很大的桥团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聚集着一大批300个的一个成员社团和一些企业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能构建一个和谐的团结的一个桥社和社区 这就是我们下一年要重点推进的一个一项工作 第六届已经在已经做了将近一年多了 因为我们是去年的四月开始 那么也有很多的工作的情况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希望 那么今天呢 请会长 李市长向大家报告一下 那么我们在监事长这边呢 有很多的业务 其中有一个重要业务 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财务做得很正确 很及时 所以今天呢 我们监事会也会就财务上面做一些简单的报告 谢谢环球东方 每次呢都是给我们这样子support 那么这次呢 我也希望这次第六届的这个第一次的大家的一些聚会啊 能够很成功 谢谢大家 环球东方记者 李宁明智八大